永夜即将来临 不能再困丘龙了 男人只是随手一挥 一道刺眼白光将其瞬间笼罩 那西林前任长教设置的繁荣大阵 竟对此人毫无禁锢之力 就看刹那间风云变幻 天地动荡 这西林大神官竟轻松走出境地 那神座上的现任长教竟忽然头疼欲裂 一抹烟红喷洒在那黄金面具之上 只因神服式颜色从西林看门人手中救下宁缺 让本该宁决的宁缺竟奇迹般生还 自此宁缺哪里还敢小觑眼前这邋遢的老者 真心实意地行那拜师之礼 而颜色心中更是焦急 自己空有一身神服密集八十载 倘若再寻不到传承 岂不真是一场虚无 当下便是将自己毕生对福道的感悟所得 技术灌输进宁缺的脑海之中 修道就是为了弹一首让天地能听得懂的曲子 而福呢不但能够让天地听得懂 还可以更清晰地传达意志表达想法 国师李青山自是无法理解颜色所为 担心这浩瀚之羊随时会冲爆宁缺的附和 可颜色哪里会不清楚此中立彼 可眼下大劫将近 自己又能如何 永夜将至 我的时间也不多了 可宁缺不仅仅是颜色的嫡传 更是书院的十三先生 这十二位师兄师姐自不愿让小师弟停留在不惑之境 皆是卯足了气力想让其迅速成长 七师姐每天都拿着一根绣花针威逼宁缺 要其跟他学习阵法之道 老五老八两位师兄则是每天拉着宁缺下棋 魔力其运筹帷幄幄之术 老九老师则是天天要宁缺听二人音律合奏 称其为最艺术的修行之道 这十一师兄更是神贵 整天将那忽悠辩论之法挂于嘴边 唯有二师兄君莫最为实际 居然直接传授其浩然剑 小师弟你且记住了这浩然剑 宁向直中曲不向曲中曲 心正义间出剑不已 阻止皆破 本以为宁缺对此终会有多感悟 可当那飞剑悬于手心 颤颤巍巍地控制天地元气使其运转 只听闻嗖的一声掠曲 那飞剑却直接落于水中 眼看众人将那嘲讽挂于脸面 一股无形的绝将涌上心头 鸣神俱气 默念浩然剑绝 那水中落剑近似得到一股召唤 呼的一下又回到宁缺手中 宁缺当即嘴角一转 怎么样厉害吧 用飞这个字来形容这把剑 这把剑会感到羞愧 看众人不屑离去 竟彻底激发了宁缺心中的驴脾气 所幸也不顾得那许多 一遍便在这后山尝试 倒不想真当有所收获 宁缺自是懒得理睬这种人 就当这飞剑是对先前 强迫自己修行的回报 却不想又一次意外失手 这飞剑竟直接穿进 二师兄的高官之中 吓得宁缺一路小跑 赶忙离开这书院后山 回到颜色的身边庇护 颜色心中自是喜悦 想来自己这徒弟 还得是自己清传才是 当下也不着急要宁缺 死记内福仲秘法 而是带着宁缺游历这都城各处 感悟天地元气 两人一师一友 关系越来越融洽 宁缺心中知晓 颜色此举定是想让自己 加速对福道的理解 当下也不愿辜负颜色的良苦用心 每日白天陪颜色四处游历 晚上默念福道术语 夫子对此甚是满意 只要不毁了自家那二层楼 一切都是极好 虽然我很瞧不起西陵 但是颜色的确是世间超一流 甚至是最强大的神符师 既然你们小师弟天资如此 适合走福道的路 那之后就让他跟着颜色学福吧 诗诗 呼自己 突然一天 空中飘零起那毛毛细雨 拧却望向眼前美景 竟回忆起那日颜色 使出颈字符的方式手法 脑中呼绝一道清明 竟在这一瞬间有所领悟 就看其单手在空中随意描画 一道清光符文金若隐若现 画出了人生第一道 少人 你画出了人生的第一道符 他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恭喜小师弟 我那个土地 终于画出他人生中第一道符 哈哈哈哈